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ServandaList 舒特拉的名单 今天要更新 更新是哪个人进来的呢? 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儿子 如果大家一直有追看拉仁哥的视频 记不记得有一条视频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时大家在留言区都猜到是谁 所以听回来,儿子已经准备破产了 大家很奇怪 他父母和父母的生意 以前是很赚钱的 又整天捐钱又养马 为何弄到今时今日不救儿子呢? 他们不是不想救儿子 而是他们公司都被银行召喚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救呢? 当然是先补自己的 难道父母的东西都拿出来救你吗? 反正都救不了 我想他会被儿子破产 四年后有一条好汗 起码要保住父母 将来还有一些东西给你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详情 就不要错过今集的浪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 请帮忙订阅 请赞好及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这些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早前这个华润农地 是否又说买K11 Museum 又说买哪里 存了那么多华润农地 买那么多东西 那为什么好像没有下文 那我就怀疑 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存文 或者华润都可能问一下你 那你可能是一个潜在买家 你像花刀汤的 我要30万元一尺 买出来这个信德中心 我有卖家的 是的,一定有卖家 不过别人不是给你30万元一尺 哈哈哈哈 即是华润农地 都可能有兴趣的 但就不是给到他这些价钱 即是不是给到一些救命的钱 譬如他 喂,我欠人铛这么多钱 华润农地 你要给到这么多亿 我才脱得到身 华润农地 即是见你救命的 他当然是拿你命的 对不对 喂,6亿? 没有了,3亿就算了 对不对 3亿都给不到2亿了 对不对 那你买不买不买就信 坦白说 华润是否真的这么有钱呢 我们看起来也未必是 你看现在这些国家队好像死了 哈哈 这个蓝竹怎么办 先进一球 再去输三球给澳洲 哈哈哈 即是表面风光 是的 即是我们叫什么 虎头蛇味 先进一球 哇,多开心 大家都 全国欢腾 我想那时候 央视就后悔 知道这一场直播了 哈哈 谁知道被人进了三球 哈哈哈 所以我怀疑 之前全华运动地收购 K11MIV 或者是某个炒家的商场 我觉得都是一个仿置 希望拖着银行 即是告诉银行 我又在买家讨论 对吗? 你不要叫拖银行 现在银行就不理了 总之呢 尤其那些商客和商铺跌得很厉害 所有银行都不行了 都说要叫拖银行 再看上去 银行都是跌高 对吗? 每逢到年底 银行就要买价了 即是 他们就 喂 喂 我拖银行都拖了这么久 对吗? 你不行的时候 直接告的 对吗? 坦白说 到了第四季 银行一买价的时候 就要决定 哪些破产 哪些不破产 如果我们看回 今次这个跌浪来说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 买了一些商铺 和商下的大妈沙 很严重 不仅仅是父母的麻烦 而儿子也麻烦 因为很多时候 儿子看到父母 原来在香港炒楼 赚大钱 什么都不来 就照炒 你看波仔 成继花波叔的行业 帮忙去炒店 炒楼 也是 其实香港很多企业家 因为有自由行锁位 某些行业 特别是好生意 好生意的时候 便赚到钱 所以你看到他们 在过去十几年 都很热心慈善 又捐款 又做马主 很多新闻 都是围着 做零售业的企业家 这次主角 其实之前我也有提过 大家看看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一集就知道了 这一对夫妇 藉着自由行条水 生意当然很好 我们看回 其实他们的对手 即是当时自由行的对手 自由行很好的时候 现在都破产了 大家都看到 比他们更快破产 早两年左右 破产了 现在女朋友都走了 既然他们的对手 都要破产了 就算现在这对夫妇 她当生意不用破产 是否都是日落黄昏 没有什么前景了 没有前景的时候 生意自然不好 加上她持着物业又跌价 银行 会不会对他们 他们的公司召售呢 一定会召售的 银行又对他们夫妇召售 而她的儿子 自己出去搞一当 就是房地产基金呢 那一定是糟糕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看你更新的 那些人知道 你更新的那些人输多少 所以她的儿子那里 也输了不少 她的儿子那里 其实她老爸 早两三年 一直卖楼救她 很可惜救不了 即是长瓶难鼓 你的洞这么深 怎么填呢 我想她老爸和妈 已经决定 壮事短备了 即是大意灭亲 儿子 你先破产吧 父母还顶着 起码父母过了这一关 日后 可以东山再起 对吧 如果父母这次 怎么办 卖了东西救你 她自己也不行 对吧 所以不如先让儿子破产 这个没办法 这个也是财技 对吧 所以我经常说 破产 大家不要看得这么严重 其实是有钱人一种财技 即是保存自己的实力 现在由父母的公司 流出来的消息 其实爸爸妈妈的公司 现在虽然通过关 但是生意比以前那么好 还有现在大家都在网购 你这些零售物品 在网上都找到 怎么会给你吃水货 扁你给你吃差价 现在顾客都自己订 对吧 他们以前很多零售产品 入大陆卖得挺好的 现在大陆怎么办 自己入吧 对吧 还需要你经历香港 所以其实这些零售产品 都挺可怜的 以前很好玩 现在一个鸡拿 食之无味 弃之可食 对手已经破产了两年 他们我相信 就不用破产了 不过财政也是比较紧张 有钱的时候 就打搬给儿子 搞房地产基金出来 那现在都不够了 一定不够了 因为都够了 连父母那一袋都没卖 由得儿子破产 对吧 那么父母再顶住 顶得到就最好 顶不到也会破产 不过我相信他们顶得到 始终我看他们 就不是太差的情况 比对手好很多 对手都这么早破产了 我觉得他们 看到对手破产 都有些准备功夫 现在人工都说到七分半钟 其实做这些舒特拉的名单 是很惨的 为什么呢 不可以开名 你知道吗 一开名就是大件事 人家说 有白武士 救婚他 他不是破产 那怎么办呢 他说是拉人哥 虽然可能找到拉人哥 但我也不想收到这些私信 所以我也是 给很多牵使 大家猜猜是谁 但绝对 就不会开名 直至到 好像是身体 今天出了这些事 我就才说名 譬如陈炳志 然后他说完也没多久 陈炳志又见报了 就可以说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很快见报了 因为 在公司传出来 已经是这样 就是决定了 要我儿子破产了 今天是10月12日 香港时间 我看看是否一两个星期内 应该会有报纸报导 我相信 破产就要快 因为大家明明 要破产就要快 你未破产前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收费 现在收费很斯文 最多人说几句错误 不敢打你的收费 为什么 第一 第一 你也是富豪 第二 现在不可以恐吓你 恐吓你刑事罪 所以现在收费很斯文 很多 黑社会那些 就另外计算 而且你又是有钱人 一定对你乱乱乱乱 但是也会骚扰的 对不对 你一申请了破产令 其实你就最好了 所有收费活动 就要停下了 那些正经的 要不然就刑事罪 所以 他的儿子 我觉得会是自己 主动申请破产 一主动申请破产 所有收费活动 就要停下了 那我们就内心 等到两个星期左右 一两个星期 我想这个都很快见报了 就是 我又讲下 其他人讲下 讲下就知道哪个 现在的观众都猜到 大家看见那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是我想都要见报 就是见到破产令 才知道究竟他欠人家多少钱 因为那个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 玩到这么大呢 真的不知道他玩到多大 玩到要破产令 父母也救不了你 我相信这个主角是谁 大家都猜到九成 那我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等他见到报 我就详细 再将一些个案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里就不可以说太多 大家应该猜到的 各位观众都很聪明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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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